大家好 我是达明机器人 亚洲销售的总监 我是Adam 那今天要为各位来分享的是达明机器人在食品产业的应用 那今天会分成几个 几大主题 那我们会介绍达明机器人在店面服务的机器人作为引研 那另外我们会介绍到达明机器人的产品以及公司 然后以及我们在食品产业的时机的案例 那首先引研的部分为大家带来一段影片 那这段影片是达明机器人在日本 我们在日本各种产业 各种店面做的一个服务 那画面看到的是我们在日本配合的系统整合商 那他就是用达明机器人作为载体 应用然后在各种店面所做的各项应用 第一种是这个炸物机器人 这炸物机器人他主要的任务有就是从冰箱里面把这个炸物取出 然后取出来之后 他到这个油炸的油炸区 然后去做放置 然后让这个机器开始作业 然后作业完成之后 他再把这个炸物取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旁边这个玻璃展示柜上面这样子 主要是这样的动作 那第二个是这个SOBA ROBA 这个是荞麦面煮面机器人 荞麦面机器人 这个是由人员放到放入面条之后 这个大家看到达明机械手臂这个灰黑色的这一只 就是我们达明机器人就放到把面放到这个煮沸的热水里面去煮 煮完之后再放到这个冰水 冰水里面去把它冰镇 那保持这个面条的Q度这样子 那最后再放到这边 然后由人员再把它取出来 那这是SOBA ROBA 再来是这个TAKOYAKI ROBA 这个是做章鱼烧的 那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一样是跟人搭配 就在人旁边 那他做的就是这个主制程 就是做章鱼烧的这个作业 把料放进去 然后用字句 就把这些刮刀刮干净之后 那运用视觉去看这个章鱼烧它的熟度 那是有颜色的熟度 要用到一些AI的技术 然后去判断 判断熟了之后再把它拿起来 那最后除了食品之外的一个作业服务之外 还有这个洗碗的部分 那这个是那种日本那种冻饭的碗 他经过视觉的判定之后 手臂拿起来 一样到这个洗碗槽里面两道制程 那去做一个冲洗 然后以及这个算是刷洗的部分 这碗也比较深 所以它不适合那种盘子的这种清洗机 那其实主要上面是四种 四种在日本 我们这个不是展示 它其实已经在日本的这四种店面都已经在服役 在打工中了 其实日本近几年 应该说它近十年都遇到这种所谓服务业的一个人才荒 那大家如果到日本去玩 在疫情前到日本有去玩的话 其实就会看到其实他们在店面服务这块 其实是很缺人 缺人去做服务的 那在日本我们比如说去拉面店 就看到有一些是外籍的员工 或是说当地在外籍生打工的这种状况 那其实日本很多就是所谓的店面 它有所谓叫黑字倒闭的这种状况发生 黑字倒闭的状况就是说 这间店它明明是有赚钱的 但是却因为招不到人 那而被迫要关门 这种状况是很常发生的 所以日本它除了在产业 工厂用的自动化油导入机器人之外 他们越来越多在服务型这块也导入这种 原本在工业用的机器人 然后让整个包含是 不管是外场或是刚看到的时候是内场 内场的作业都可以用自动化来完成 尤其刚刚看到几个像炸物 像这种洗碗以及像竹面 其实它在内场的作业环境是非常不好 它是很热的 有蒸汽的环境 那像这种环境下 它就更需要有这种自动化的机器人 来做这些作业 那引言之后 我们就开始介绍达民机器人 我们这间公司以及产品 那接下来也是一段影片 那很快速的为各位来介绍 我们的达民机器人的手臂 那这边看到的这一只就是我们手臂 刚刚影片也有看到 那它是一只六轴的标配视觉的协作机器人 那这边看到我们几项特点 这个是simple简单的部分 那这是一个流程图的一个拖拉的方式来做编程 跟过往的机器人 大家想象可能是要写程式不太一样 我们直接流程图一块块就做完 那人员也可以带着这个手臂到你要的点 要记忆的点把它记下来 所以就相对操作非常简单 那人员有物动作去碰到的时候 他也会安全的停下来 那这个就是所谓协作机器人 跟人一起协作 然后来做到这件事 我想这一点在服务型 在所谓店面服务型的这种机器人上面 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那个作业环境是人来人往 那这时候那个如果用传统机器人 他还要用围栏 把机器跟人隔开 那就比较麻烦 那另外刚才有一个特点就是smart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 在最前端有一个银色的 像碳照灯一样的这个头 这就是我们的视觉系统 那达明机器人是全世界第一只 直接标配视觉系统的手臂 机械手臂 那我们不只把硬体 camera背上去 我们也把整个软体都 都建构在整个手臂操作的平台上 那现在影片播放的这个是 下面手臂下面有一个透明的箱体 这个透明的箱体 这个是所谓的无人搬运车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手臂 那我们又标配相机就有眼睛 那他缺了一个角可以移动 所以我们就把达明机器人配上 不同的这种无人搬运车 让他长角可以做移动 那透过视觉再做辨识 像这样子 他到位之后 然后用视觉去做辨识 辨识完之后再做准确的抓取 影片中的饭店是比较偏向工业用的 但是其实服务型服务面 或是说在食品工厂都可以做使用 这样子手眼角搭配的移动机器人 那这个是简单的影片 为各位介绍我们的产品线 那接下来是公司的部分 那达明机器人 我们是正式成立是在2016年 那我们的母集团是广达电 就是做笔电的OEM ODM的代工 那我们母公司 支出母公司是广民光电 那全球的员工人数 我们在达明机器人 这个载体上面是有500人 那其中有一半都是RD人员 就是研发相关的人员 我们是非常重视机械手臂 跟视觉的这种自主研发的能力 那并且我们不管在研发 跟整个制造 都是locate在台湾 那除了总部在台湾的桃园龟山之外 我们分部office的部分 在南韩 然后在中国三个据点 然后在欧洲 最远到欧洲 荷兰都有我们的office 这样子 那这是整个发展的里程碑 那其实我们在2016年正式成立 之前呢 其实在2012年 在广民内部 我们就开始做研发 那一直研发到2016年 其实是很长的一个研发历程 我们才顺利的把整个手臂跟视觉系统建构在一起 那在2017年上正式对外销售 一直到现在 大概四五年的时间 我们全球销售了大概8000到9000台总数 那预计今年也会达到1万台这样子的一个里程碑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 它可能要运到世界各地 好比它是一个无人咖啡店这样概念 然后在台湾建构要到各地服务 那我们在当地都会有相对应的服务公司来做配合 那这一块 这个赛主要在说明就是达民在技术面的发展 那我们是机械手臂的原厂 那我们就是非常专注在这个手臂本身的功能研发 那右边这个蓝色的箭头 就是我们技术面的一个road map 那除了我们刚刚前面影片有提到说 point teaching就是说这个教导点位 很简易 它是流程图的 它可以人去拉 拉到你想要的点就记下来 除了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之外 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object teaching 就是tmai这个字样 我们要让弓箭的教学也都非常的简易 那刚刚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们在章鱼烧那影片有看到说 我们用视觉去拍章鱼烧的颜色 然后去判断它的熟度够不够 那这一点其实就要用到所谓的AI 近年大家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很popular的议题AI这个议题 那AI这个议题就是能够让视觉 在视觉的应用上面 它就是能够让视觉能够去做非常规的判断 对人来说我们看那个熟度颜色 其实主过几次会知道 但是对机器不是 过往的机器视觉 可能他们都要去设定它的尺寸大小 它才能做判定 那像这种颜色的判断其实相对难的 那有了AI这块之后呢 达民也非常关注 我们也有人员专门去发展 那也做出自己的这个AI软体 然后搭配我们的视觉 就可以做到这种非常规的颜色的判断 品质的判断 所以现在其实在食品产业 我们也很重要的一块 除了手臂的仪载之外 视觉的判定也是我们的重点 那这边还是回归 先回归我们达民机器人的一个 机器人本身 那上面看到这四大类是我们现行的 手臂产品线 那可以看到从最小支的 700mm臂长的手臂 一直到最长有到1米3 1300mm这样的TM12的产品 那荷重呢 最小到4公斤 那最重可以到14公斤 这样子的一个负荷的重量 那这一张主要在说明说 刚刚讲到简易的操作面 那简易的操作面 我认为在餐饮业服务业来说 是更为重要 它主要就是说 今天我们最终端的使用者 要操作这个手臂 那它不需要太多的一个软体背景 过往的机器人 它是要用写程式coding的方式来操作的 那达明我们把它独创成 画面上看到 左边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是用流程图概念 很像SOP一格一格 流程图概念来做操作的 那我们的视觉任务 我们的手臂的动作任务 都在同一个平台可以完成 那其实我们的训练课程 大概一天的时间 其实就简单的这种取放应用 都可以做到这样子 那也方便使用者在后续 要改程式改动作的时候 它可以很好 很简单 很直觉的去修改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TN Flow的一个软体 另外我们还有 刚一直介绍到我们的影像系统 那这边有讲到说 TN Vision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全球第一支把视觉系统 直接embedded 直接标配在手臂上面的公司 那这一点在食品产业的应用 我认为 只要是弓箭 只要是这个东西 食品这些东西 它是random的 它是非固定的 那它就需要用到视觉 去判断它的位置 去判断它的歪斜程度 然后来去做抓取 过往的手臂 如果要做食品产业自动化 它没有视觉系统 那就是他们每次都是固定去 要教导的那几个点位去抓取 就是到固定位置去抓取 那我们所谓智慧化 这个就不够弹性 那所谓我们加了视觉 就可以让今天来的东西 它可能是杯子的位置 不太一样 每次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用视觉判断之后 再去做抓取 它就可以更弹性的运用 这样子的手臂 那前面都在讲产品 我们接下来带几个 实际的应用给大家看 那首先第一个是比较偏向在工厂 使用的这个自动线 那这也是食品产业的一个工厂 它主要是这个起司 在欧洲的一个工厂 它主要是这种 起司的饼干 然后它要在最后一段 做一个装盒 装盒之后 再到最后面上战板 这样子的一条线 最后这只手臂就是在 在把盒抓取之后 每次四个上战板 那这条线总共用了四只达民 达民机器人 来做作业这样子 那第一只手臂在最左边 在线体的最左边 它是把在目前画面上最右边的这只手臂 它就是把纸盒抓起来 然后做一个翻成立体的动作 另外就是比较靠近镜头的 第二三只手臂 它的作业就是拿着这个银色的字句 然后让这些饼干从流水线很快速的过来之后 它就一个个接住 用位移的方式把它接住 接住之后 再打开下面的这个开关 然后让这个饼干掉进 掉进这个纸盒里面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其实它就可以很快速的 就是不影响产线的效率下面 去完成自动化的动作 那它当然也搭配一些周边的字句 然后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食品产线在工厂的使用 其实它强调速度 强调这种流水线的节拍 所以它要搭配一些周边来做到这件事 那这支现在在做的就是把这个纸盒 纸盒从这个平面的状态 那经过这种夹具把它打过来 往右边打 让它变成一个立体的状态 然后再送到后面去 那装完食品之后 然后再去把它做一个风箱 最后上站板这样子 那接下来几个是服务型的 就是实际在店面可以使用的这种样态 那首先是这个bartender 就是八台酒吧使用的机器人 这一样在欧洲的一个场合 这个当然拍摄的时间是在疫情前 那手臂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直接架在这个酒吧里面 这个吧台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调配的动作 那其实这个呼应到我们刚前面提到说 这是一支协作的机器人 那它是因为协作是 它有安全的规范说 它要跟人 像这个吧台里面 人来人往 就那个bartender一直走来走去 它要跟人一起作业 它需要碰到的时候停下来 那个力道也是有ISO的一个认证的 那我们都是通过这种ISO认证 所以才可以让人员把这个手臂 直接架在吧台里面 然后协助人员来作业 所以这是协作机器人 在服务型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里面 很好用的地方 因为你免不了在原本的店面里面 就是人走来走去 那如果为了自动化 还要去架设太多的围离 反而是造成麻烦这样子 OK 接下来是手臂泡咖啡 请大家喝一杯咖啡 那其实手臂泡咖啡这块 我认为其实在 大家在各种展览上面 可能都看过 也不太稀奇 那为什么这边要跟各位来介绍 其实这个比较特殊 是我们用了总共两只 刚刚讲到协助型机器人 达民机器人来作业 那为什么需要两只 因为这是比较类似双手的作业 等一下除了它倒咖啡之外 还会做一个拉花的动作 那在在影片上看到 他现在是用右边这只机器人 先去装牛奶 先用这个通一台机器 先把牛奶装出来 那装出来之后 这个左边就会去装咖啡 把杯子放好之后 然后去点 去点咖啡机的按钮 然后来做咖啡装取 同步 右边这只机器人 就把刚刚倒好的牛奶 要去做一个制作奶泡的动作 那大家如果到咖啡店有看到 最右边这个比较小台的银色机器 它就是奶泡的制作机 它其实是一个打气的装置 加热打气的装置 那一般人在做 跟现在手臂在做一样 它要有一个角度 有一个装置 然后才能顺利把这个出气装置 跟牛奶形成一个漩涡 然后让那个漩涡可以生成 所谓的奶泡 然后等一下才能放到咖啡上面 才能浮在咖啡上面 好 左边这边 它的咖啡也泡好了 那等到右边这边它的奶泡制作完成 就要开始做拉花的动作这样子 OK 接下来就是两只手臂的一个搭配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动作 右边这只用我们前端的相机 在拍这边白色的面 这个面的一个标签 让两只手臂的位置做定位校正 校正完之后它开始摇 那两只手臂的这时候空间位置都已经确定了 首先把比较重的牛奶倒下去 它这时候会沉到咖啡下面 接下来才把制作行的奶泡倒到咖啡上面 然后拉过来 形成一个爱心的图案 那这种人员的这种手的搭配就可以在机器上面完成 那这个是其中比较简单的一个拉花应用 它还有其他的总共有三种拉花的形式 那上面看到这也是一种展示 那接下来就是它实际在咖啡店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其实过往各位在可能很多展场像自动化展 或是不同的展示 它有用机械手臂在泡咖啡 那大家看到可能就是 这可能就是展场吸睛的一个噱头 但是实际上在新加坡 这已经是一门生意了 这个无人咖啡的概念 那我们在新加坡跟这个所谓Chrome Coffee 这间公司来合作 那建构这个无人咖啡店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老板 在画面上这个就是Chrome Coffee的老板 他其实是金融业出身 然后他在新加坡想要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在新加坡他已经有四间店 那都是采取这种模式 来做机械手的冲泡咖啡 那同步他也会再拓展到东南亚的其他地方这样子 那主要他就在说明说 为什么他用达民机器人 这边也有影片也有带到我们的这个Flow chart 流程图的概念 那最大的原因他使用达民机器人 刚刚有提到他的背景 其实也不是工程相关的背景 那他一开始要建构这个无人咖啡店的概念 与其他要去请一些软体工程师来写程式 他认为不如选择一个相对简单 操作容易的这种手臂 来做这个这件事情 那后续他要改 要去换制程 要去换动作 都比较简易 这是他选用达民机器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一块就是我们有视觉 那有视觉的关系 所以他今天可能摆放的杯子的位置 或是今天他可能用胶囊 胶囊的位置不一样 那这个都可以用视觉来做一个判断 然后做抓取这样子 所以这是真正智慧型的 可以在服务业使用的机器人 那以上就是我们达民机器人 在食品产业的一个应用 那有任何问题也请大家 欢迎大家来提出 谢谢大家